辽宁将修建的一条高速公路 看看要经过哪些城市 辽宁新规划的这条高速 就是著名的林隋高速 这条高速一旦修建完成 将加强葫芦岛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辽西和蒙东地区 开辟一条新的出海通道 对拉近沿线内陆地区 与沿海港口的时空距离 促进和带动沿线地区的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这条高速 经过的城市的发展都怎么样 先来看看陵园市 正是这条高速的起点 陵园位于辽宁西部 因大陵河发源地而得名 位于辽宁、河北、内蒙古 三省区交汇处 是连接京神两大都市群 沟通内蒙古腹地与沿海港的 重要交通接点城市 全市总面积3278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陵园市常住人口为54.08万人 生产总值完成206.1亿元 陵园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 一旦这条高速通车之后 肯定也会给陵园带来新的发展 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简称喀佐 古称利州 地处辽宁省西部 朝阳市南部 大陵河上游的丘陵地区 辽西走廊北通道要冲 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面积2240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全县常住人口34.61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00.46亿元 喀佐的发展虽然算不上好 一旦这条高速通车之后 相信会使喀佐的发展 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建昌县 位于葫芦岛市西北部 总面积3195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建昌县常住人口为45.34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7亿元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4866.8元 建昌历史悠久 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 境内发现了世界上最早 距今1.61年的带羽毛恐龙 赫世镜鸟龙化石 迄今发现最古老珍兽类哺乳动物 中华侏罗兽化石 山嘴子红山文化遗址 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齐名 隋中县 位于葫芦岛市西南部 隋中县区气候属暖温带 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气候四季分明 总面积2780.2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 隋中县常住人口为54.6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66.8亿元 隋中县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点城市 辽宁省5.1县 环渤海开发战略起点城市 辽宁沿海经济带重点支持区域 相信在这条高速通车后 肯定也会给隋中 带来不一样的发展机遇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对于这几个城市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